VN Word 1分鐘3點通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扁平化的儲存架構 V-SAN 虛擬化環境一般如果架構在傳統的三層式架構 如果任何一個環節發生問題 譬如說新舊硬體的搭配 可能因為不同廠牌硬體之間版本的差異相容性問題 造成服務中斷 當問題發生我們要查找問題點的時候 也因為設備它跨著不同的硬體品牌 每個硬體品牌之間都有不同的LOG跟這個氛圍 所以就會導致我們查找問題的時間拉得更長 那當然所承擔的風險就會來得更高 當我們走向超融合架構的時候 問題查找點就只有X86跟VN的部分了 當然對於我們日後的尾運就會來得相對簡單跟單純 第一,當系統發生問題的時候 扁平化的超融合架構單純 對於系統日誌也容易收集跟判讀 所以除掃找問題就相對來得容易 當磁碟空間或是效能不足的時候 我只需要增購硬碟或者是採購新的X86 我的空間跟效能就會同時被提升 同時採購X86伺服器 比採購外接式的儲存設備又來得快速 第一,VNware V-SAN是岩調機構評比全球 市占率最高的超融合軟體 第二,VNware V-SAN是全軟體定義的超融合 只要是由VNware官方證證過的X86伺服器 都可以彈性選擇 那也避免你們受限於單一硬體品牌 目前VNware官方證證過的伺服器 多達500元的型號 第三,V-SAN本身是V-SAN原生 所以V-SAN安裝好 V-SAN的KERNEL就已經在裡面了 另外V-SAN跟V-SAN同時都是透過V-SAN 在做一致性的管理 後可以根據預算及需求 逐步堆疊出NSS跟VIORIZE 容易的架構出VNware的軟體定義資料中心 同時也快速實現我們的混合運平台 VNware幫助您掌握數位轉型的觀點 V-SAN